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开始我们入境要进行PCR筛减了 PCR筛减到现在终于同意了 我们也要来谈谈 因为delay了这么长时间 我们到底付出了多沉重的代价 在今天还特别邀请了 我们知道东元父子战线已经来到叔子战了 我们在今天特别邀请独家邀请了 父子里头的儿子黄宇仁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要来谈谈爸爸是不是使出了杀手箭 他要怎么样反击 父子关系还回得去吗 刚才介绍来节目现场的来宾 邀请到台南易萧何伟中队长郑月生 郑队长 大家好 邀请到父子战的儿子黄宇仁 阿建主持人 各位来宾大家好 你会赢吗 会 真好 这样可以帮忙好像这一次 府邸抽薪 我们等会来谈谈 为什么你认为你有机会赢 邀请到防疫协会理事长黄润贤 大家好 周西双执照医师欧敏佑 大家好 财经专家赖先生献哥 国民党大家好 资深专栏作家王上志 国民党大家好 国民党文庄会副主委黄梓哲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今天一开始带你来关心的是 非常遗憾的一场大祸 让防疫旅馆的三名旅客 还包括一名消防员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为什么会发生这场大祸 而为什么每一次 怕会兄弟自己去 怕会却自己失了生命呢 内心非常的难过 有时候我们就一起吃吃喝喝 然后一起出勤 一起训练 他说他本来要选择一个场所待救 因为 很不幸他选择那一间 隔离的房间 竟然没有窗 应该他身上所有的装备 他一一卸足 代表空气给你 就没有空气 所以他摸索到浴室里面 想在浴室里面 做最后一线的求生机会 他真的蛮年金的 叫他帮忙工作 他都会帮忙 不会说我已经出社会了 我就改一户说 我已经外出赚钱了 我就不帮家人 三条人命啊 还有一位消防人员的命啊 竟然隔离房间没有窗户 对 这是昨天晚上彰化的 桥油百货 那桥油百货呢 昨天晚上发生大火以后 经过警消九个小时的一个抢救 才把伙事控制住 不过里面有22个人受伤 送医之后有四个人不幸过世 四个人里面有三个是黄客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消防兄弟 我们这边有一个影带就是 昨天晚上9点57分 这一位消防兄弟 他可能是氧气已经耗尽了 他跑到后面 大楼的后面 属于中正路的后面那边 他可能在那边 而且还用手电筒在那边照 应该是想要再找 对 在寻找什么东西 但是因为从下面又开始又冒出火 火苗出来 所以那个云梯车没有办法去救 所以不幸的罹难 那这栋大楼其实他命运多彩 他在彰化火车站的一个前面 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段 1993年盖了15层的大楼 它是一个住商混合的大楼 里面他那时候包括KTV 包括油肉厂 包括百货卖场等等 结果两年以内开幕两年就发生大火 后来又连续发生两次 连这一次是第四次的一个大火 第四次了 对 那烧了以后就没有人管理了 就十年没有人管理 好像废墟一样 甚至有很多灵异的节目 把它描述说它是一个鬼屋 结果现在后来又有现在的一个管理者 他把部分的楼层买了以后 又重新营业 对 所以这一栋大楼真的 不是怎么样 阶级不赢的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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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 我们有帕卉天阿迪在现场 队长 是 又有一位打火兄弟失去生命 我们不晓得他为什么这一次 他去救火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看到刚刚的那个最后摄影的照片 据说他的氧气瓶没气了 看到的报告是写说 他的空气瓶已经用尽了 空气瓶已经用尽 已经没气了嘛 对 对 对 空气瓶就是这个 是 为什么会空气瓶没气呢 这个好重 队长 这个大概几公斤啊 这个应该接近18公斤 18 那我们全身装备大概40公斤左右 那其实这边 这个表 这个表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表 对 这是残压 就是我们的气瓶里面的残量 残量表 所以我看这个表会知道 我里头还有多少空气可以用 对 那但是他在50 50霸的时候 他就会做最后的警报 他就开始叫了 他会叫 对 然后他的声音 要试吗 好啊 我们可以试试看 我现在把气瓶打开 因为那个是我们的面罩 那是面罩 对 那我现在试的时候 我就不用面罩了 那打开的时候 它本身它已经充气了 它本身已经是充气中了 是 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就是面罩戴好了以后 平常还没有进到火葬之前 面罩戴起来是怎样 这样子吗 对 要拉 再拉下来 比如说这边在鼻子端 对 然后 就这样子 对 那这样子 阿关你呼吸得到空气吗 本来戴口罩就已经很艰难了 现在更艰难了 还是会 这样子 因为我们在 因为一支气瓶 我们平常大概 40分钟左右 那每一个人消耗气瓶的 时间又不一样 所以要看刚刚那个 对 要看铲牙表 那通常 要看这个表 对 那现在我气瓶已经打开了 它是有空气的 它是有空气的 是 然后我要进去的时候才 主张在一起 因为有一个口罩在那边 好 你吸 有 有 有 对 这是我们正常 对 空气好清新啊 但是其实它是 它拿下来了吗 好 然后当我们看到这个表 是 到你刚刚说 只剩到50的时候 对 我先拿下来 好 对 这样子会很不舒服 观众会听不清楚我讲话 好 就会显示说 它的空气可能不太够了 对不对 对 我们从380 我们通常气瓶在充天的时候 是充天到380 那380了以后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它会一直往下降 对 然后到5080的时候 它会出现所有的残压 那为什么会显示 而且会嗶嗶叫 会 这位打火兄弟不赶快离开现场呢 他在酒楼 他在酒楼 那没有云梯吗 这个就是已经在跟我们说 你的残压剩下50了 不快 不够了 对 要赶快撤离 那通常我们会这样子 因为他残压50的时候 每一个人 譬如说你的呼吸状况 你的50 大概只剩下三分钟 那有人会五分钟 那我自己要去估算说 我从开始的时候进去 那到达攻击点 我进去多少时间 那这一次是 因为云梯没有办法靠近 所以它没有办法 来得及撤离吗 其实以台湾的现况来说 我们都市密集 混坠车 在我们救灾的过程中 混坠车也让告语也很少 我们都是巷弄 很小 那很危险耶 对 那像这一次 它空气不够就惨了 我自己也是曾经空气不够过 你自己也曾经空气不够过 对 那我就像这张图片这样子 我们就趴在窗口 你们就趴在窗口 对 那其实这一张 我是以我个人的觉得 它应该是 它在搜索的过程中 它到达这个楼层 因为我看起来 它的面罩还在 就是刚刚 对 它面罩还在 它面罩还在 如果它已经没有气了 我面罩一定要拿起来 不然我呼吸不到东西 所以我在猜测 拍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应该它的气还在 但是因为它在九楼 那因为火举发生的时候 所有的电梯都一律 都是关闭的 是 那我们只能用爬的 那我们正常人 你不带气瓶 不带我们身上的装备 你爬楼梯 就会用耗掉一些 就会耗量更大 对 对 对 空气的消耗更大 对 那当它到 后来我看那些报告的时候 它到最后被搜索到的时候 它是气瓶已经没气了 好 第二个问题是 大家再问是不是因为它落单 因为本来是两两一起 但最后好像是落单了 对 落单在救火的过程当中 是大忌吗 是 其实我们有规定 我们最少最少要有两个人 就最少一定要两个人 对 对 最少 尽量不要一个人 但是你知道消防员 有时候是那个 他会觉得说 我明知道里面有受伤的民众 是 等待我过去救他 通常会忘记掉自己 就会想要进去 是 但是这是 因为其实看所有的资料 是因为他们同时进去了两位 其中一位兄弟受伤 所以那位兄弟 照带来讲 以我们的SOP 我们两个人要同时退出来 但是只有那个受伤的兄弟离开 他没有离开 因为他知道说 这个防疫里面还有很多人 那个使命会让我们去忘记危险 奋不顾身 郑大哥你也碰过这种情况 有 95年 好像民国95年的时候 我们台南一个饮料工厂 它是仓库 饮料工厂 对 饮料工厂仓库 那当时我是 因为我们台南的火警发生的时候 消防局通报是透过无线电 是 他无线电通报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从各地出 往火场的位置走 那走的时间 比较早到的人 比较晚到的人时间不一样 所以那时候 我们的规范还没有那么明确 那这场火事 我在里面 因为其实在火场里面 很多人看那个电视影集 都觉得说好像看得很清楚 但其实是错的 你在火场里面是看不清楚的 完全看不到 我手在这边 我已经看不到我的手 因为熔烟 所谓的熔烟 当然烟不是全部都是浓烟 但是只要我们所说的 像这种浓烟的话 浓烟会阻挡你的视线 对 它是碳粒子 燃烧不完全的碳粒子 所以在里面其实是 完全是看不到的 虽然说我们有灯 有什么 但是那个都是 等于说我在看东西 我已经必须要照 然后这样子我才看得到东西 要那么近啊 对 那那一天 那一场火 因为我 我在火场里面掉到那个坑里面去 是 然后这边裂 受伤了 一只那个肋骨 裂 然后手这边割伤 那所以我被就送到急诊 那急诊的时候 我还在急诊室的时候 我在无线电通报说 有我们的兄弟 好像没有离开 没有离开的时候 后来就我们 欢聚人就说他落单了 那时候我们的SOP没有那么好 对 但是当时情况 他应该是他自己一个人 然后他被我们兄弟找到的时候 其实他是在 因为我说那是一个饮料工厂 那他那个饮料是堆叠的 结果他在进去的时候 被瘫倒下来的饮料 压住 所以他是被饮料压住 没有办法脱快 那压住的时候 其实我们还有这个东西 它叫做生命救助器 生命救助器 是这个吗 对 我们进火场的时候 要先打开 它会这样子 对 那如果说 比如说我在活动 我一直在活动的话 OK 没问题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水影感测器 所以你只要在动 就会OK 但是如果说 那如果你不动呢 对 比如说我现在 就像你兄弟被压住了 对 我现在在这边我不动 那他大概经过十几二十秒开始 他会先一个小小的警报 BBB这样吗 对 那他的警报会越来越大声 他是在通知 在我附近 有没有消防员 等于是类似像定位系统 附近的人可以找到 这一位受困的兄弟 因为我们听到这种声音 就知道说 有人倒在那边 一段时间不动了 不能动 对 然后我们那个兄弟就是 现在他开始了 所以现在开始叫了 那等一下会越来越大声 他会越来越大声 让我们周遭的兄弟可以听得到 那这一次的 这一次的这一场大火 是 这位不幸罹难的兄弟 他的 这叫什么 生命救助器 生命救助器 没有想啊 这个那时候我们还没有 你说今天吗 昨天 昨天 我看不到他 有没有这个东西 但是通常这是我们标配 这是标配 你只要有 这个就会有这个 所以 因为我们一直不愿意 入境普筛 所以把人都塞到防疫旅馆 塞到防疫旅馆 问题就解决了吗 会不会有人 其实本来没事情 去防疫旅馆还得病呢 所以我们来看 吵了一年之后 在今天 竟然因此而 失去了四条宝贵生命之后 我们的指挥中心 终于点头同意 入境筛PCR 基本上都要检验三次 在重点高风险的国家 就以前我们常常讲的专案 那进来 就要到集中检疫所 然后裁检PCR 中间的时候 我们在第十天到第十二天 要以家用快筛 裁检一次 那解除 检疫的时候 那在PCR 再检验一次 然后第二个 就在其他的 这大家一直有争议的 我们在入境的时候 也要在机场 做PCR的裁检一次 其实在十天到十二天 还是用家用快筛 裁检一次 解除我们的检疫的时候 再裁一次的PCR 那这些在入境的 所有的 旅客如果在检验出阳性的 那我们都会送基因定序 其实你入境普筛 就解决很多问题了 你为什么不做呢 搞到许多阴性的 没问题的人 硬塞到防御旅馆去 结果防御旅馆大爆炸 然后防御旅馆又管不好 所以我们回来讲 终于同意入境普筛了 问题是 你筛完之后呢 还是要把人家关十四天 对啊 这个就是问题 就是这个裤子穿一半 或者是政策只做一半套 就是这个样子嘛 我们知道那个 进到了防御旅馆 现在的人都是 所谓入境的旅客 入境旅客 他们参差不齐 有人阳 有人阴 但是我们知道 在现阶段来讲 因为Delta病毒 不是我们这些防御旅馆 能够关得住的 其实以前的那些病毒 可能还好 但是这个病毒 大家都认为说 可能有空气传染的疑虑 可能有气溶胶传染的疑虑 它可以钻的缝隙 都可以钻出来 所以对于那些工作人员 本来就是有害的 所以最好的方法 就是应该要 早点给它塞出来 塞出来以后 把这些人管束住 送到一个正牌的隔离病房 就是如果你是阳性 那你去隔离没问题 对嘛 那你是阴性 如果你担心它是尾阴 那你多塞几次嘛 对 没有错 对于阴的人的话 我们就多塞几次 所以陈部长 他告诉我们说 他要多塞几次 可是多来几次 还是关之心 那有一点用都没有嘛 我们这个塞的 就要密集塞 几乎是一天两天就塞一次 塞了以后 你阴的话 塞到你爽为止 就要放出去 这样就能够大量的节省 我们防御旅馆的量能 因为你之所以要关它 也不过人认为 就是你这个塞查 有尾阴尾阳 要解决尾阴尾阳 就是多塞 就是多塞 第二个问题 如果他们到美国 去打了两剂 拿到了疫苗护照 也就是旅游护照 回台湾 据说还是得到防御旅馆 去待14天 为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国家的政策 是很奇怪的 他对这个疫苗是不了解的 疫苗就是防止我们得这个疾病 你不管怎么样的话 你疫苗的话 你不相信这个疫苗 你不相信疫苗 你可以再加一些东西 比如我们加抗体的塞查 你再可以加抗原的塞查 他是不是担心说打了两剂之后 仍然有确诊的可能 他是不是担心 确诊的话 确诊那是少数 你可以给它塞查塞出来 所以我们知道 现在全世界的疫苗 其实那个种类是相当的多 也参差不齐的 你没有办法证实说 这个疫苗到底是打了以后 会不会有效 只有抗体检测 抗体检测可以测得出来 抗体检测可以 这两个辅佐灾 这两个在一起 你再不相信 可以再做一个什么 抗原的塞查 核酸的检测 这三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旅游护照 或者是在国内的叫做健康 如果他今天打了两剂 那理事长的意思说 打了两剂你真的很不放心 你担心他仍然有确诊可能的话 那打完两剂就我们做PCR检测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做抗体塞查 你敢要塞的要检查 都检查完之后 如果再不放心 你让他居家隔离也可以 对嘛 干嘛把他塞到防疫旅馆 搞不好更危险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变成 因为他的旅游护照 有这个护照的人进来了就通行无阻 这个是世界潮流 我们看到前几天 彭博不是给我们做了评比吗 是 他叫我们疫苗 大家很多都是感到疫苗的保护率 疫苗的保护率 疫苗的接种率 另外一个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这个还有很多那个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们的航班的载客率 跟我们接种疫苗以后旅客的自由度 奇怪了 为什么把这个 把这个我们一个封锁的严重度 跟航班的自由度 跟航班的载客率 跟那个旅客的自由度 那搞在一起呢 它的解放就在于疫苗 你疫苗打了以后 我们如果把它看到旅游护照里头 自然的话 我们就可以航班的载客率会高起来 那你如果让它有健康码的概念出来的话 健康码 健康码的概念 就是旅游护照到了国内 就变成健康码了 这个健康码的概念出来的话 我们老百姓在国内就能够自由活动 这个就是充分发挥了 我们疫苗的效果 疫苗它这个真正的意义 就是让你自由活动 所以看进去以后 我们的自由度就会高起来 所以既然有民众反映说 我已经在国外打了两剂 而且是在美国打了两剂 我们的指挥中心不相信 我们指挥中心 说不定是假的 我们来听最新的说法 但是现在有机组员跟我们反映说 到现在还没有抗体检测的标准 导致他们在国外打疫苗回台的时候 还没有办法检验 机组员是不是有打过疫苗 这也不是嘴巴讲了就算 相关国际上对于疫苗的一个证件 现在各国也都积极在研议中 要提出这个 那当然是要申请人 就换加基组员 还有这个情形 那就要提出他相关的疫苗的证明 要不然也不能就是说 我打过疫苗了 那像我们这样的一个防线 恐怕就会失效 当然是由民航局本身的一个管理的单位 去来看看说这个到底是真还假 人家当然会提出证明 你打了疫苗之后 他有一个小卡片 那那个小卡片 我们指挥中心都不相信 都认为你会不会伪造文书 这也太离谱了 子哲 这个坦白讲 让很多机师变成什么疫苗孤儿 我跟你讲不是只有很多机师 你知道现在很多人不是组团到国去 组团去关岛吗 所以想说我去美国打完两剂 我自己回来我还是得到防疫旅馆关14天 对 所以大家就在问 那有打跟没打有什么差别 那打疫苗的目的不就是因为要入境 你可以免除这个病毒的感染 好 那如果他真的不相信 可以测嘛 刚刚理事长说可以测嘛 是啦 你测他有没有抗体是一个方法 抗体都可以筛 对 可是我认为最大问题是指挥中心 如果你的政策是说 你的这个即便你在国外打了 我不相信或说我需要认证 那你应该及早规定 而不是到了现在已经很多人 包含机师或者说你民众 已经在境外已经打了 你现在才告诉人家说不行 你现在这个你打了我不认真 或说我不确定你到底是不是真实的 那你应该及早去规定 我跟你讲最好笑是 他说我们台湾打的他才算数 我心里就在想说 哪一天我们打了高端出国去 人家才不认呢 说实在的 没有错 人家的辉任莫德纳 美国打完回来你不认 我觉得蛮好笑的 那你的高端出去人家认吗 没有错 你知道南韩从7月份开始 你如果入境到南韩的话 你只要打国际认证的疫苗 它的基本上是不用再隔离了 就要开放了 那换言之如果我们现在是打高端 或者说联雅国产疫苗 我们跑去南韩 还是一样要被隔离 你知道这就是有没有国际认证 经过三期试验 这个最大的差别 所以我觉得指挥中心 我说真的 这个政策我认为 会让阻碍这些包含机师 国人在打疫苗上很大的困扰 连商务客都不敢来 人家明明在国外已经打了疫苗了 结果不敢来台湾 因为在台湾还要关14天 人家不要来台湾做生意 所以上次哥据说在大陆 你入境 他一直PCR PCR PCR不断PCR 至少PCR三遍 还有听过六遍 没错 据说特别是这一次 围堵整个在广州地区的 这个Delta病毒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都知道 其实他就是在短短的几天之内 应该讲全广东省 所有的人口都已经披萨过 像我有好几位 包括在广州的 广州住的 他们那附近社区 有却转病患的部分 他是一般人 他也没有做得靠近 他只是在大附近 那个区域里头 天河区那边 他就被披萨六次 每三四天 每两三天就披萨 他这个没有确诊的 然后至于其实深圳 惠州其他周边的地方 都至少四次 你知道全世界PCR的成本 都是PCR核酸结论四次 大概都在一百块左右 新台币一百块左右 贵的顶多是两三百 在大陆是二十块人民币 我们的PCR要七千块 我们把PCR搞得像天山雪莲一样 你知道吗 我们来看这个真实的割案 这是一位台湾人 他在今年三月份去大陆出差 五月份回台湾 这是一个真实个案 他说他到大陆去 一入境马上做PCR 就算你有医性证明也要做 然后接着呢 立马人家在机场 做完PCR之后 就问你说你要到哪里去 比如你要到深圳 你要到上海 就帮你统一带到隔离饭店 他们先分流 去上海的可能住这一间 去深圳的住这一间 去山东的住这一间 入住的第二天 做了第二次PCR 入住饭店 每天都有专人量体温 专门人来量 再来做记录 到第十三天的时候 会做第三次PCR 隔离其满呢 就像理事长说说 会给健康码嘛 给你一个健康证明书 然后用专车送你到机场或火车站 还拍照留证 怕你上车之前跑了 这是大陆 人家光光入境之后 就做了三次PCR 我们台湾呢 之前没有做PCR 只要你有硬性证明就可以进来了 到机场呢 从到机场到出机场 除了两体温没有任何检验 入境者呢 自己走到机场外面去招防御计程车 然后前往防御旅馆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也没有专人带 如果你跑了也没人知道 特别是我们的计程车 也没有什么专责啦 据说我们的防御计程车呢 平常也到处在客 收到通知的时候 才到机场去接人 然后接人去防御旅馆 最后呢 你到旅馆入住之后 自己量体温自己回报 那你量对还量错 有没有乱写呢 隔离完之后直接退房 也没有做PCR 所以从头到尾都没有做PCR 终于改了 终于改了 所以我们的指挥中心 我们吵了这么久之后 终于改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什么样的沉重代价呢 我们的确诊数大幅攀高 我们的防疫成绩单大幅落后 我们的死亡数一直降不下来 在今天呢 其实我们的死亡人数 仍然高达13人 特别是接种AZ之后 今天又增加13人 累计AZ接种后 死亡人数已经253人 所以翁医师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打疫苗之后死亡 当然我们曾经在节目讨论过 这中间可能有时间的因果 不见得有疫苗的因果 问题是 现在大家开始说了 是不是打的方式不对 有可能 是不是我打了之后 去揉它也不行 最新出来的一篇论文 就让我们觉得是非常有意义 虽然它还没有经过同行审查 那我先简单解释一下 这篇论文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一个它作者发现它的 吃打疫苗之后的患者 产生了类似我们这一次的 疫苗的血栓TTS 它在它的脑中脑筋脉都发现血栓 但是就是都符合血小板也低下 但是它去抽 因为我们知道疫苗 诱发的这个罕见血栓 是会诱发我们一个 抗血小板第四因子的抗体 所以我们完整的黄金标准 确诊是你要验到这个抗体 高起来你才能 真的就符合这个通报 结果他去验 验不到这个抗体 但是患者明明就产生了血栓 所以他就一直疑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他才做了这一个实验报告 那这边解释一下 他用了好多的对照组 这个绿色血小板 这是血小板的数量 绿色就是这条线 血小板看到两个 48小时后血小板掉下来了 代表真的有产生一些血栓 跟血小板的耗用 导致血小板浓度掉下来 这个是什么意思 他把AZ疫苗打在静脉里 打在静脉里 那浅绿色这条线就是 他跟我们一样打在三角肌肉注射 打在肌肉 没有进到血管 那他当然要做对照组 就是他把AZ疫苗这个腺病毒杀掉 他用热处理过 那发现血小板没掉 另外他拿DNT疫苗也来对照 另外当然也做一个生理实验水的对照组 最后发现打在血管里面的AZ疫苗 还真的造成了这个血小板低下的状况 所以没打好有可能 所以他就开始去研究 因为他去做了那个 我们知道我们的脾胀 其实是一个人体很大的一个 等于像免疫系统 所以所有的血液都会经由脾胀去过滤 所以他就从脾胀中去测 有没有一些抗体 所以他现在的结论就是说 无意中如果你这个静脉 如果打这个疫苗 打进去肌肉的时候 你没有做反抽 我们有些 我看那个新闻带很多护士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打IV的话 打这也不一定要做反抽 因为进到血管的几率很低 反正就这样拉出来那个动作 所以我们做一个拉的动作 确定如果不小心进到血管 拉的时候就会发现血回流了 那这次就要抛弃 重新换个地方再打 因为这不是标准动作 就是说因为进去血管的几率太低 所以不一定要做 所以现在他认为 这个动作很有意义 那是不是刚刚也讲 打的位置打的方式有关 另外是不是打的不能揉 网路风传说揉了之后会引发血栓 这个其实这个一开始 有朋友传给我这个 大爱台做的图的时候 我就天哪怎么会这样 完全是错误的 这是破误的 完全错误的 的确有一些药物 我们在抽药的时候 就要求你抽的速度跟什么 因为避免那个流速 那个物理上的一个破坏 去破坏它的药物结构 外传说打疫苗要很注意 打针出千万不能揉 如果你揉了极为容易产生血栓 对 她说她会把腺病毒给揉破 疫苗内的腺病毒或mRNA 是被设计包裹在一层薄膜里头 如果你一揉这个薄膜就破了 破了之后就跑出来 跑出来就会出现血栓 如果这个理论成真的话 那就是拍打工救世界 因为你这样拍一拍病毒细菌 全被你拍死 那以后大家就一自己拍就好了 就不用再有什么疫苗了 对 所以绝对不可能 因为你的拍打或揉 会把这个薄膜或什么药物 那赖米的东西 你不可能这样揉 它就被你揉到破掉 所以这个是错误的 这是错误 但是刚好结合到 这是错误讯息 对 我们在所有的肌肉注射 为什么要揉它 药物为什么要揉它 其实我们打带肌肉 是因为肌肉的血流的那些流动 是组织液流动是快的 所以肌肉注射是一个 让药物可以很快吸收的好方法 如果那些药物它又刺激性比较强 不能直接打进血管的话 肌肉注射是让我们很快可以吸收 所以其实打在肌肉 是为了让我们赶快吸收这些疫苗 而这些疫苗吸收之后 它要去哪里 它要去淋巴系统 然后再到淋巴解 定职在淋巴解训练我们的免疫系统 去认识这个疫苗 那打完疫苗到底可以有还不能揉 不重要 不重要吗 不重要 事实上我们打完疫苗 我们打疫苗有一个叫立志打法 就是我们打的插针之前 我们要先把皮肤拉开 把它插下去之后 一秒注射完之后 把它起来之后 放开以后把皮肤回去 意思就是我们这个通道 变成一个移动掉了 皮下组织跟我们打的肌肉 可以移动掉 你如果没有做这个立志的打法 你打进去的药物 在这里形成一个区块 对不对 这有药剂 你去揉它 它会循着这个管道跑到皮下 而皮下是循环比较差的位置 所以就是 只是为了担心它跑到皮下 跑到皮下或什么循环不好 我们打在肌肉 就是为了希望它赶快吸收走 我知道了 所以没法严重 所以挪不挪不那么重要 好 所以打疫苗 现在大家非常关心 到底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不紧接待你来关心的是 东元父子殊死战 现在再度掀起高潮 真的是高潮迭起 堪比八点党连续剧 我们来看黄茂雄父子又在斗了 林光临时董事会刘慧 东元阵营缺席 那为什么刘慧 我们东元来做请教 同时我们为什么说 现在来到了最高潮呢 因为黄茂雄结盟外援 出狠招断黄玉仁后路 换句来就是说 老爸使出了杀手戒 我们东元带来问儿子怎么回应 先来听听献哥告诉我们 到底老爸使出了什么杀手戒 好 台湾证券交易所成立到今年59年 第一次有所谓的父子争斗的 以前都是兄弟戏强比较多 那这一次黄茂雄就黄爸爸 他使出了一个杀手剑 就是他要直接指导黄玉仁的老巢 也就是说灵光科技 他在今年5月的时候 他去找了中家的董事长郭冠群 然后成立一家刚刚成立的一家新的公司 叫做玉瑞 那这家公司在6月21号的时候 宣布我要砸18亿 要公开收购灵光一半的股权 用溢价19.34% 也就是29块的现金要收一半 那这样一收一半以后 因为当初这个黄玉仁 他是用灵光科技的法人代表 出来竞选董事的 那你现在老巢被砸了以后 你的所有的当选的条件 全部都不见了 所以这一招真的是又狠又准又毒 所以这一出戏可能会越来越精彩 我自己在中港台 日本那么多地方 看了非常多这种经营权大战 右边是资本战 左边是法律战 战场就是在董事会 那么早前大家看以为 这个战场是在东元的董事会 但没想到变成你自己的 这个灵源的 你的董事会现在在这里 灵光的董事会在这里 所以现在真的是 因为事实上您父亲 黄华强先生 因为我们都过去采访过他 年轻的时候 他的作风 他其实有很多外部关系 他每次 他自己也曾经在东元有危机 也要被人家换掉过 他那时候从以往就会拿 找外面的外援 来抵抗或者是来对抗 然后我很好奇 这我们都很好奇 你完全没有想到说 你附近会引外援 进入到你的战场里头来打你吗 也就是说 你爸爸如果 引外力 买了灵光超过一半的股权 你是不是就不能够代表 灵光去选 东元的董事 是不是釜底抽薪之计 其实对这一次八月份 东元的股东会 这个公开收购是影响不到 这个股东会的 影响不到吗 影响不到 因为就算他公开收购完毕 灵光的董事会在七月 股东会在七月九号召开 对 所以公开收购是八月才收购完 所以灵光的董事已经改选完了 东元的股东会也是在八月召开 他八月十号完成 就算他成功完成公开收购 他要再重新召开这个股东会 把之前灵光股东会再推翻 那还要三个月的时间 还要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所以其实在 那如果不会影响到 这一次的东元经营权之争 他为什么要出这一招呢 如果 因为所有的媒体都解读说 这是一招很招 这是伤手剑 是让你没有办法代表去参选 对 你说是歌喉战来形容 歌里的喉歌喉战来对付你 为什么 如果没有影响 他为什么会出这一招 表示他还一定有后手 如果有人他对东元的股东会 他已经没有把握 他已经感觉他快要输了 那用什么方式 要说服老股东 老股东没办法被说服 要说服外资 外资都已经投票完毕 要收委托书 委托书都已经收完了 所以这时候 他必须做什么 要必须为了输做准备 所以你觉得这是为了输做准备啊 就是前面一场输啦 那就告诉大家说 第一场输了没关系 因为还会有后面一场 也就是说替自己找新的基地啊 是啊 这当是一个出无意料之外的解读 也就是说 裕颜认为老爸这招是没用的 不会撼动东元这一次的大战 那他认为老爸这招自己会输的 赶快找下一个目标 就是灵光 憲哥 黄董 事情应该不是这样子哦 不是一个大绝招哦 这已经是宣告说 你纵然当选董事 当选常务董事 当选董事长 都没效啦 我以后撤换法人代表就好 你现在难道没有B计划吗 我们有七位 我们提名了七位董事 对 你是法人 你是灵光的法人代表 光是这七位里面的其中一位 所以他撤换那一位还有其他位啊 所以这就看当选的席次有几位嘛 那一定先撤换你啊 因为你不是就是灵光的法派吗 那当初张国伟就是 用这一招被搞挂的嘛 被逼离开长荣航空 他会不会用同一招对付你啊 其实当初张国伟 我们也来讲一下张国伟 张国伟当初就是这样啊 对 他就想办法解除他长荣 长荣航空的这个法派的这一席董事 那他就没有办法做董事长了 对那是二零一六年 因为张国伟本来就是长荣慈善基金会的 法人代表在长荣航空当董事长 结果他的另外大房的三个兄弟 就直接把他撤换掉 他的董事就不见了 董事长不见了 本来从新加坡要回来台北 临时也通通取消 我也去摸摸 因为还好王子有钱 我自己成立家公司跟你拼 星与洋风就这样出现了 好会不会用同一招对付你啊 看起来好像在用张国伟这一招 会用很多招对付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提改革的原因 因为一个公司的一个治理 当任何一方在经营的时候 他没有绝对的过半 那他必须要靠其他股东的支持 必须靠股东的支持 那东元过去的一个做法 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股东请你支持我 那你不支持我 我就引外力来压你 对 他就找外人嘛 就引外力来压你 好 那那个外力进来之后 好 刚开始他进来了 过了一阵子 如果那个外力 他也不满意的时候怎么办 那是不是还要再找个 第二个外力 对他来说那是以后的事 对他来说 你才是眼前的事啊 他要先打败你之后 再来解决外力的问题啊 所以其实这就是个 所以阿娟 这就是个问题 就是如果今天他 现在是把我当作眼中钉 防御人除掉 一切就会更好 那事实是如此吗 好 宁光 假设宁光这一席撤换 把我这一席撤换 其他的席次 其他的席次还是在 其他席次就不会要求改革吗 其他股东就不会要求改革吗 你刚刚竟然谈到眼中钉 我最最想问的是 你跟你爸爸不想和解吗 你跟你爸爸有没有住在同一栋楼 我们没有住在一起 所以不会见面 是 那你不想跟你爸爸和解吗 还是你们付几经回不去了 其实 和解早就 最早就是想要用和平的方式来解 但是 当有人要 当有人不愿意跟你讨论 不愿意去跟你沟通 你就是要听我的 就是用霸道 其实各位这个公开收购 你觉得这是个沟通手段吗 这就是个霸道的手段 你不听就是把你除掉 那老爸说当初你去找他的时候 你跟他下跪 他以为你要跟他和好 结果是跟他宣战 他说是你跟他宣战 我跟他下跪不是要跟他宣战 我跟他下跪 是要谢谢他的养育之恩 谢谢他精心地去策划我的教育 我的训练 那我今天 我当时跟他下跪 我也是要跟他道歉说 我没有办法再跟他继续走这条路了 因为他的路线是反反复复的 是没有前后一致性的 所以这里面其实 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 其实阿娟我的对手 已经不是黄会长 已经不是我的父亲了 各位从这些动作你看 这是父亲会对儿子做的动作吗 你的对手已经不是你的父亲 不是只是 已经不只是公开收购 前面还有对我提刑事告诉我 爸爸对你提刑事告诉 刑事告诉啊 告你什么 用我母亲的公司来对我提刑事告诉 请问各位在座有哪一位 你对你的儿子或女儿不满 你会对他提刑事告诉 不然他告诉你什么呢 特别背信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提刑事 那个三年以上有提刑事 对啊 对啊 爸妈对你提刑事告诉 所以各位 从这里我会推断 对手已经不是黄会长 不是我父亲 对对 黄会长已经慌了 已经乱了 不只引外力来帮忙 现在是外力在阻挡 阻挡 外力做这些动作合理吧 外力来做这些动作就合理了 外力再怎么样跟老爸说 你去告你儿子 老爸说yes才行啊 对 慌啊 就乱啊 那你会原谅他吗 不然怎么办 不然怎么办 我问你啊 对 你下跪之后 那一次之后 你跟他还有说过话吗 有 那你们讲话是 他有 他有表达他的不满 那我跟他说 我们现在在家里 不要再谈这公司的事 因为公司是在公司谈 就谈不好了嘛 在公司里面就谈不好了 谈不好 拿到家里来 一样是谈不好 所以我们不要谈 至少不要有其他家族成员 在的时候来谈 所以也就是说 家族活动你还是会去参加 还是会跟老爸照面 但是不谈公事 我会回去看家人 然后看家人的时候 家里外面有一个警卫 不是楼下 楼下有楼下警卫 楼上电梯外还有一个警卫 我进去要识名字 我要写我的名字 跟电话号码 然后记录我进去的时间 这样才可以看我阿嬤 才可以看我妈妈 是哦 那我再想 你进去之后 看到那个警卫就通报说 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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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儿子回来 他爸就到房间去了 这很遗憾 这也不会打照面 当然现在其实 当外界这种关心 就这个副子大战是 在台湾这个商业史空前的 我想直接问 两个战场 首先在灵光的战场 你的沙盘推演 你会输还是赢 其次你刚有提到了 在东远的那个战场 那在那个地方 你的沙盘推演又是如何 其实各位 我 我所担任负责人的 每个公司都有可能是战场 都有可能被攻击 对 这是我们当初在规划的时候 其实就一定要去想到这一点 所以这次这个公开收购 这也是我们沙盘推演 当中的其中的一个情境 有准备了 那对应的方式有很多种 我在这里我今天不方便 去讲我们要用哪一些方式 这要看 好 那我们就不讲对应 是 你可不可以 至少我想作战一定要沙盘推演 你有没有沙盘推演过 在东远这一场战争当中 你有机会拿到多少席次 你现在掌握多少股杀 因为我们算过 他们那边应该有25% 保加 保加 你加华兴力化10% 再加一些 老爸本身的持股算不多了 大概有35到40% 你要把它加起来算 还是要把它分开算 我认为这应该要分开算 可是保加和华兴力化 不是已经选边站好了吗 当然算在他那一边 那为什么需要做这公开收购 为什么需要干掉我这一席 就是那个三方的联盟 有发生了变化 或者是根本就不是一个 稳固的联盟 稳固的联盟那就结束了 好 那我们就不管他 那你这边呢 你这边掌握多少% 我敢说我们掌握的股权数 可能我们这次 其实东元是有四方在选举 提名是只有提两组 其实是四方在选 对 那我们有把握以限 除非他做票 我现在讲说他没有做票 我们如果公正的选举的话 这四组里面 我们的股权数应该是最高的 那其次会多少 其实这个献哥你知道 这有配票的问题 我知道 尤其四组人在配票的时候 这有很多的组合 不一定最多的股权 就一定是最多的席次 这要看配票 但是外界传说 你们有可能拿到三席 这都是合理 这都是合理的可能性 黄总 那如果说现在四个在选的话 你拿到最高 你会跟保佳 还是会跟华欣 还是会跟你爸爸原来的公司去合作呢 你现在有没有一个ABC的方案出来 我们不排除跟任何一方合作 不排除跟任何一方合作 现在有在谈吗 现在 有在谈也不会告诉你啊 老爸在看电视 没关系 老爸回头去顾床 不是啊 表情好像有 不是 阿冠 阿冠 因为他们三个人是在一起照相的 照相归照相 你没有看过夫妻今天照相 明天离婚的 对啊 当然就是对 因为对小黄来讲 他现在 你说他 他当兵作战也有可能 另外原来的四大家族 给你多少的一个承诺跟帮助 外资啊 我们外资总可以讲了 外资听你们是明确的 是啊 因为电子投票出来的数字是这样 是 而且他是蛮集中的投票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 大概有达到我们要的预期的一个结果 而且你会发现 支持我们的外资 支持我们的外资 都是一些长期投资的 他投得越久 越支持改革 所以其实这个对公司方 其实是一个警讯 对东南文化的认识 对 为什么待越久的股东会越失望 会越要求改革 那散户提你们的多吗 他们这次康宁晚策略奏效吗 这次那个晚工 各位觉得有奏效吗 好像没有耶 好像没有奏效 所以散户的部分 你有没有掌握到 散户 因为你知道现在外面委托书 听说已经收到 他们他们收到天价 一张六百块 六百块 那个委托书的那个征求 那个价格 因为这里面有 我们有跟委托书的通路业者 证据公司有签约 那这有商业机密 所以我不方便去讨论征求费 但是我们征求到的委托书 有超过我们的目标 我们征求到的委托书 有超过我们的目标 超过你的目标 超过你的目标 超过我们的目标 那你的目标是多少 对方签了 签了全通 长龙 廉州 就三大全部都签了 结果收的比我们少 翻脸 所以翻脸 我甚至还可以跟各位透露 这一次公司的员工 员工有百分之三十 聚焦委托书给公司 一般公司去跟员工要 一定给嘛 对 对不对 不给下次烤鸡 是 那个严重奖金 对不对 这一般公司员工都会给 这一次有三成的员工拒绝给 而且在最主力的中立场 有一半的员工拒绝给公司 是 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公司 他应该要去听到的声音 一直把问题当作是 是育人的问题 小黄的问题 是这个儿子不听话的这个问题 其实是模糊的焦点 我听说是这个儿子 我听说它是传逊的 事情 是这个儿子 我听说是什么 我听说是这个儿子 都会有三成的 能力至少 是什么 让你这儿子 我听说是没有 你这么做的